隨著亞洲網壇名將李娜的退役 李娜時代畫上了一個句號 李娜從戰績、排名、突破程度等各方面來說 是一個體壇傳奇 在她退役之際 她的勇氣和她創造的戰績之間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請看下報導 21日下午1點 網壇一傑李娜 在北京召開了退役新聞發布會 首先還是很感謝大家 可以在百萬元之中 然後週末可以來到這兒 也很高興在發布微博以後 第一次可以跟大家這麼見面 然後非常感謝中網可以提供這樣場地 讓我可以跟大家有機會見面 也可以有機會跟大家說再見 由於傷痛決定退役的李娜 在賽場上被譽為體壇傳奇 她不僅是中國運動員中 彭奇女雙女單冠軍獎杯的第一人 同時也是唯一獲得大滿冠女單冠軍的亞洲球員 她贏得了兩屆大滿冠冠軍 在她結束那時代之際 外界對她的評價是 無論從戰績 冠軍 排名 突破程度來說 她都是毫無爭議的亞洲第一人 李娜她的體育生涯是非常非常輝煌的 除了她的成功以外 她讓很多中國人耳目一新 是她的一種獨立思考的精神 一種對獨立的仁德的追求 這個是很多運動員技術層面的成功之外 沒有做到她那麼勇敢去做到了 2002年年底 李娜離開了大陸國家隊 因為她與當時的隊友 後來的丈夫江山的戀愛遭到官方反對 而且李娜請求擁有個人教練 而不是共用教練也被拒絕 2009年 李娜聘請了瑞典籍前國家保球隊教練 托馬斯·霍格斯泰特 當自己的專屬技術教練 在被媒體稱為單非的兩年之後 李娜在2011年第一次贏得了澳洲網球公開賽的大滿冠亞軍 同一年 她終於捧走了法國網球公開賽的大滿冠冠軍獎杯 李娜在體制外獲得的成績 引起了外界對大陸的舉國體制的體育制度的關注 近30年來 羽毛球界 乒乓球界中 由組織決定誰當冠軍 運動員被迫打假球的潛規則 早已不是秘密 例如 原世界女子單打第一號種子選手何之利 在1987年世平賽上女單決賽中林鎮抗命拒絕讓球 雖然奪得了世界冠軍 卻失去了第二年參加奧運會的資格 而此前的30年中 中國運動員受到的對待更是令人唏噓 1949年後 第一位世界冠軍 乒乓球運動員榮國團 在文革中不堪受辱 被迫自殺 19號 李娜在微博中發出退役告別信 用了21個感謝表達了對父母 丈夫 啟蒙教練和經濟公司媒體的謝意 甚至包括傳聞中與他不合的大陸體育界官員 唯獨卻沒有提一句感謝他